日本的辅射危机到此刻为止还没有解除 而这些冒着生命危险 抢修的员工还有消防人员 是全世界民众心目当中的英雄 现在连他们的家人也沾光了 此刻正在核电厂支援降温的一位 东京消防队的小队长 他的女儿是写真女星 正因为他父亲的英勇事迹 他尝到了爆红的滋味 一张张清凉性感照 涂显火辣身材 照片中这名19岁花样少女 父亲大有来头 就是他东京消防队小队长高山幸夫 54岁的高山幸夫 3月18号林为寿命 赶往福岛合一场支援 洒水降温的工作 但就在老爸全力抢修合场的同时 正在拍泳装写真集的女儿高山智慧美 经过朋友告知 才知道爸爸身处险境 随后向媒体公布两人的妇女关系 从清纯学生媚到火辣比基尼造型 强调父亲对他想成为泳装美女的决心一直很支持 一期间尝到爆红滋味 但也引发不少批评声浪 认为小女生在利用父亲炒作知名度 靠着老爸的英勇世纪沾光 中间新闻综合报导